那么在Render to Texture的地方 首先我们选择Scanline 然后我们把整个选进来 就是我的Render Setup里面的内容 然后在底下我们要选择Projection Mapping 那么在这边基本上是不改它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Option的部分 Red Chess 然后Use Cage 记得是check down的 然后因为我们刚事先做过了Unwrapped UVW 所以这边选择这个跟这个 Existing Channel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Normal Map从这个地方产生 当然我的Quality如果要好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1024甚至更高的2K的部分 然后 记得这边选择到Bound 好 目前大概是OK的 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 所谓的Ambient Clusion 那么它的话就是Light Map 好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Render的设置 那当然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地方要确认的就是 我的路径是不是正确的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做一个设定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Normal Map 好或许不会很正确喔 那但是我们如果在Photoshop打开它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细节在上面 这个是正确的Normal Map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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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